哎呀!今天開頭又是加拿大的新聞啦! 加拿大的新聞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自由的國家 被左派控制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加拿大總理土豆 乾脆叫他Mr.Potato好了 啟動了緊急狀態法 來壓制在抗議的卡車司機 結果目前並沒有達到什麼效果 加拿大政府目前躍權的非常誇張 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程序奪取公民權 壓制和平集會遊行 無限的禁銷以及無條件的限制公民自由行動 甚至凍結了Freedom Convoy卡車司機的銀行帳號 更誇張的是 凍結了資助Freedom Convoy的人 或者是公司的銀行帳號 就算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 還是沒辦法解決 所以加拿大政府必須要更進一步的立法 把政府逼急了 他們就會開始胡言亂語 所以新的行政命令 各位要記得喔 剛剛說那些全部都不是法律 甚至是違法的 剛剛說那些都只是行政命令而已 最新打擊卡車司機的行政命令就是 如果你還在繼續抗議的話 我們就要殺死你的狗 加拿大 上個星期發了聲明 聽清楚了 還在抗議的動物們的主人 如果你沒辦法照顧你的動物的話 我們就要有強制的動作了 你的寵物會被放在一個保護中心八天 所有的費用都需要你來支付 如果你沒有乖乖聽話的話 你動物就會被放棄 簡單的說就是安樂死啦 政府會強制奪取你的狗 然後保護你的狗八天 八天之後直接安樂死 我不是醫生 我也不是科學家 不過如果現在還有人看不出來 認為停止公民權 凍結私人帳號 甚至殺死你的狗 跟科學還有新冠肺炎 有任何一點關係的話 就表示他們要的一直以來都不是科學 或者是消滅病毒 他們要的就是一個獨裁者 我是Eth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獨裁者非常的可怕 而且在這個世界上越來越獨裁 他們想到的就是要完全控制你的生活 你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意識 你的生活必須要完全被他們掌控 如果有一天 他們連你指甲油的顏色都要控制的話 該怎麼辦 而且還規定你一定要用那種 什麼在CBS、Walgreens買的那種 化學味很重 然後感覺擦了幾年之後 就會得癌症症怎麼辦 所以在選購指甲油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 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在身邊 指甲油就要使用 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free的Niji Nails指甲油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 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的顏色眾多 帶亮片的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是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急上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就可以享受 10%off的優惠 Niji Nails的指甲油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 好,讓我們回到 今天加拿大又給了我們什麼樣的驚喜 其實我在前幾天就聽到 加拿大要亂了 而且這是真的要開始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加拿大的商家 在Youtube上面 說他們收到了 沃泰華紅石智慧的信 說要買大量的MRE Meals ready to eat 就是軍用的糧食 到Ottawa那邊去 很多人就會說 哎呀,六四天安門 是不是要在加拿大發聲啦 警察要怎樣怎樣怎樣啦 現在如果各位還有在追這個新聞的話 就知道卡車司機目前已經撤退了 而且現在整個Ottawa 全面24小時被警察壓制 Ottawa以外的城市人民已經開始聚集了 Trader的緊急狀態法反而讓更多人了解 打壓打擾他們生活的不是卡車司機 而是政府 原本說卡車司機很吵的居民 現在發現警察更吵 卡車司機每天晚上10點多 就回去跑到車上睡了 警察在外面待一整個晚上 那個警燈一直在閃閃閃閃閃 沒辦法睡覺以外 你到樓下倒垃圾 他們還用大聲工叫你停下來 他們要搜你的身 他們在調查你的身份 你早上要去買一杯咖啡 你不能進咖啡店 你早上要上班 全部都要被警察騷擾 剩下的Felicia明天會報 請大家敬情期待 我個人還不希望看到世界大亂 但是加拿大的總理已經徹底失控了 除了剛剛看到要開始時殺別人的狗以外 左派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不管遇到什麼 不管什麼原因 不管對還是錯 只要咬著種族歧視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土豆的愚蠢畫面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can stand with people who wave swastikas they can stand with people who wave the confederate flag we will choose to stand with Canadians who deserve to be able to get to their jobs who be able to get their lives back these illegal protests need to stop and they will Mr. Speaker I just want to remind the honourable members including the honourable right honourable prime minister to use words that are not inflammatory in the house and that's for both sides Mr. Speaker we stand with Canadians I am a strong Jewish woman and a member of this house and a descendant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nd I have never made to it's never been singled out and I have never been made to feel less except for today when the prime minister accused me of standing with swastikas I think he owes me an apology I'd like an apology and I think he owes an apology to all members of this house 大言不惭的說 保守派跟納粹種族歧視站在一起 結果這位保守派的女士 不但是猶太人 家族還是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 也就是說 種族歧視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種族歧視只是拿來隨便講 我不喜歡你的看法 所以我可以合理的攻擊你的理由而已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我是左派 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大家好的 包括打雜牆 包括燒毀警察局 只要政府站在我們的後面 我們就什麼都不用怕 我們做什麼都可以是合法的 包括開槍 暗殺 殺人 都是好的 肯達基州有一個很有名的BLM支持者 同時也是希望刪除警察經費 或者是徹底廢除警察制度 一個長得帥帥的年輕黑人 他說警察其實也沒辦法真正的 喝止犯罪或是罪犯犯罪 那乾脆就刪除或是降低他們的經費就好啦 我每次聽到這種說法我都覺得很奇怪 老師也沒有辦法好好教導學生啊 而且這幾年來 我們美國的學生的學術成績越來越差 連教導小孩高中畢業的程度都沒辦法的學校 為什麼都是說我們只要有更多的經費 這一切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沒教好是因為我們經費不足 那如果說警察沒辦法好好做警察該做的事情 就刪除他們的經費 那老師沒有辦法好好做老師該做的事情 我們為什麼要給老師更多錢 Why 離題了 這個黑人叫做Quintus Brown 因為他拿著槍去暗殺一位當地的候選人 非法槍支 OK? 這個人在左派可是個大明星啊 Obama Foundation 說他是一個 Rising face of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社會正義的明日之心 他還是附近的防止青年暴力委員會的成員 我不知道那委員會是怎麼選出來的 幾年前他上了MSNBC的節目 跟左派的Joy Reed說 我們要進槍啊 這個是基本常識啊 這是為了人民好啊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話 You're from the home state of the Senate majority leader What do you want him to know? We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know We are here We want common sense gun reform And if you're not going to give us that Then we're gonna get everyone out here to vote And we're gonna vote you out of office So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job Then you know Give us what we not what we want But what we need What humans need We need common sense gun reform Get rid of those heart rifles Come on like Yeah He is an activist He's a former columnist And he even had his eyes set On running for Global Metro Council District 5 But tonight the 21 year old Is charged with attempted murder And is behind bars here At Metro Corrections Police say the community activist Targeted Craig Greenberg Inside the Butchertown Market building By walking into his office And firing five shots In his direction Before he took off running And you guys are making the connection And you believe that this is about Being in the voting booth Definitely Emma Gonzalez She already put an emphasis on it Like because We do have some very inflexible congressmen So maybe we won't get gun reform Like the next day But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takes time It's not gonna happen overnight The report says from police That he had a loaded 9mm magazine In his pants pocket The bag he was carrying Had a 9mm Glock handgun And additional handgun magazines According to police The police report Then says surveillance cameras In the building Help police identify him immediately 非暴力的抗爭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他大概就等了18個月吧 那我就去開槍了 他說他非常痛恨槍之暴力 痛恨到他拿著槍 跑到一個候選人的辦公室 開了五槍 五槍都沒打中 沒有人受傷 沒有人死 更奇怪的是 這個候選人還是個民主黨的候選人 但是是個猶太人 所以整個案件 目前是非常混亂的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需要有更多的資料還有調查才可以 在釐清案情之前 我們不要隨便的亂指控 或是下定論或是怎麼樣的 結果 他就已經被放出來了 No comments No comments The moment Quintess Brown Brown was released from the Louisville jail just after 7.30 Let's go Let's go His head covered by a heavy coat Brown wasn't visible as a large group led him to the waiting car Someone in the crowd singing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Those around him refusing to comment 對 他已經被放出來了 BLM花了錢 在48個小時以內 把一個殺人為隨的槍擊要犯保釋出來 而且請了律師 要全面的打官司 追求無罪釋放 這一切都不是他的錯 他只是個受害者 黑人長期以來都在槍支暴力下面被打壓 不但這個樣子 警察也在打壓他們 他們是在一個白人至上 種族歧視的環境下長大的 他們做的行為 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壞人 是因為環境導致他們做出這些蠢事的 這一切都是騙局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只是為了讓美國赤化的手段而已 而且美國赤化並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 在1960年代的Civil Right Movement 馬丁路德金的時候其實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現在好像把馬丁路德金當成一個好人 好像是美國最偉大的人其中之一 把他跟林肯華盛頓放在一起 因為我們的教科書上是這個樣子寫的 在節目繼續之前 我們先暫停一下 因為今天有個大事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以色列3月1日開始起 全面解禁了 沒有打疫苗的人也可以去 像我這樣子的人也可以去了 所以加南美帝旅遊公司 今年的4月可以跟他們去一趟 以色列與約旦的經典之旅 享受他們的文化 以及感受一下最純正的聖地之旅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 是這邊唯一一家公司 只做聖地旅遊的 他們這次推出的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有基督徒以及以色列當地的專業導遊 按照聖經的真理來介紹每一個景點 不管是住的酒店 還是吃的餐廳 都是萬中選一的集品 都確保了環境衛生清潔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這個 去一趟以色列的機會 而且現在以色列是全面解禁 各位不用再擔心 需不需要疫苗護照了 現在去耶路撒冷 真的就是最好的時候 人還很少 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享受、拍照 真正沉浸在以色列聖地的時間變多了 你去過以色列嗎? 我沒有 但是我一直來都很想去 聽說4月的時候 是最好去以色列的時候 你不想要去那邊忍擠人 而且還熱 然後... 趁著4月又涼爽的時候 現在就打電話給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的 Wendy或是Pamela 1877-737-9937 1877-737-9937 看一下他們4月的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螢幕上有所有跟他們聯絡的方式 打電話的時候 記得說你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喔 真的推薦大家現在去一趟以色列 了解一下神到底要我們做什麼事情 讓我們可以透過聖地 來更了解聖經的律法 讓我們可以更了解我們的命定 以及我們在地上的使命 不然... 被政治人物利用 實在是太容易了 當時帶領Civil Right Movement 有很多領袖 其實他們是有非常非常多問題的 他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把種族歧視灌在別人的頭上 然後幫自己脫罪 這裡分享一個在1972年的影片 一位人權女士叫做Angela Davis 站在講台上訴說一件事情 一位24歲的黑人女性叫做Emily Butler 在國稅局IRS工作 有一天上班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她跑到她的車上拿了槍 然後走進辦公室裡 殺死她兩個白人上司 然後這是在幫人權奮鬥的人說的話 你聽到過了嗎 有聽到的故事嗎 有聽到的故事嗎 是很可惡 是很可惡 因為我們說話 因為我們說話 和黑人的黑人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看什麼在這件事 跟 Emily Butler 她是個嫡人 她是個嫡人 在在 Atlanta 所在的監視部 部門 她曾經說 她曾經提到 在很多次前 提到 起訴求她 她曾經過 她知道她是特别的目标 的政治性 的政治性 她从来没有提供的 当时的提供了 当时她提供了 当时她提供了 她的提供了 她的提供了 当时她提供了 当时她提供了 罪人 她提供了 每天她去工作 她在买到她的医生 她手估了 她说了 她有一天 她中间她们继续 instrumental 她们是一门 以前她们变得不够 她不懂得做了 她拿了一刀,她刪了两个女孩 但我们试试试试试 在那种状态 因为那是不答案的答案 我们有几千人的Emily Butler 因为你认为 你无法升官发财 你就是被种族歧视 因为你认为你被歧视了 你就可以拿枪打死人 当他说到Emily Butler 拿着枪打死两名白人女性的时候 当时是得到满堂喝彩的 这样子代表人权 这样子代表进步 这样子就代表公平 Emily Butler不是抠下板机的人 抠下板机的是种族歧视 这个是50年前的影片 但是听起来好像是昨天才录的 一切的罪行都可以用种族歧视来合理化 只要是讨厌的人 就只要说他是种族歧视就好了 打压任何的人 只要把种族歧视关在他们的身上就好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 能达到政治目的就好了 那么 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 土豆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 肯达基试图暗杀民主党市长的候选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BLM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 拜登 AOC 整个民主党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先行者 导师 Angela Davis 当时是怎么说的? What I generally say and I answered the brethren try to explain in a few words why I was a communist and I said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that I had said when I told you why I was a revolutionary because I have a very strong love for oppressed people for my people I want to see them free and I want to see all I want to see all oppressed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free and I realize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do this is by moving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where the needs and the interests and the wishes of our people can be respected Angela 很多人说我们是不是想太多了 很多人说左派或许真的就只是为了世界和平 世界得到公平 然后呢世界变得平等 为了弱势发生 但是这是五十多年前的想法了 左派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耕耘五十多年了 侵占我们的大公司 我们的政治系统 我们的教育系统 我们的主流媒体 跟土豆一开始回答的一样 只要是我不喜欢的人 就是挥舞着纳粹旗的种族歧视 就是反动派 而且还可以大言不惭的说 我是跟守法的公民站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多么没有羞耻心的人 多么恶心的一个想法 就连杀人犯 只要跟我的政治立场相同 那就都是无罪的 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发生的事 到底跟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到底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 五十年前我们还有基本常识 现在我们连社会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五十年前我们还分成清楚 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同 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男人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女人 今天最后一个新闻 我们来讨论一下 一个叫做James Rose的男人 他说他是一位性别流动的演员 他说他是一个性别解放 厌食症 性爱 自我感觉 为了创造更美好 而且和平的世代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还称自己为一个性别的教育家 他最新的影片是在教导所有的女人 如果你在女性更衣室里面看到男生的升职器的话 你不应该有任何不好的感觉 因为你无法断定那个人是不是个女人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性别教育家的这个专家的研究报告 在TikTok抖音上面 A lot of cis women share this sentiment and I do want to break it down This may be uncomfortable to sit through and to listen to and I think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hat we do this Feeling like trans people are a threat to you in a space like a bathroom or a locker room is actually a version of internalized misogyny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your fault because it's impossible to divorce our socialization from the prevalence of patriarchy but it also does mean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unlearn it for the safety of fellow women especially trans women In my experience as a gender educator the majority of cis women who have experienced violence at the hands of men or just patriarchy or living in today's world see anything that codes to them as remotely masculine, male, etc. and fear it which in many ways is a survival tactic that makes sense the difference is when we code trans people as the wrong gender we're actually doing them way more a disservice than we are protecting ourselves because you're ostracizing and further alienating trans people the false media narrative and trope around trans people is that we are predators that are tricking people into thinking that we're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which is of course not true watch the documentary disclosure on Netflix if you want more on that so being uncomfortable with trans people in your space is something that you were taught and you can unlearn that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we can't tell someone's gender by their presentation by their genitals by the way that they look all of that can be changed all of that is arbitrary none of that is central to your identity necessarily 聽不懂嗎? 對不對? 很多沒有聽過的字對不對? 我來幫大家解釋一下 他是在說 蠢女人們 閉上你的嘴 乖乖的讓我在你們面前脫光 然後把我的嘰嘰給你們看 這些人做這種事情 常常被忽略 常常被允許 因為在左派的世界裡面 他們是同一群的受害者 同時也是因為他們使用著 一種非常柔和 非常慈善的方式來表達這些 違反自然理論 違反常識的事情 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人到底有多變態 他是在把性騷擾 暴露狂合理化 把性變態合理化 允許一個男人公開的騷擾女性 而且把騷擾之後的不舒服的感覺 怪罪在女人的身上 但是很多左派的人聽不懂 他們會以為他在說一些很棒 很自由很解放的東西 但是其實他只是在說 你的感覺不重要 我不在乎你的感覺 你也不應該在乎你的感覺 你應該要改變你的想法 來在乎我的感覺 我比你了解你自己多多了 我了解全世界所有女人的感覺跟想法 如果你在女性更衣室或者廁所 你不想看到男性的生殖器的話 你就是有一個 Internalized Misogyny 內心自卑的厭女症 沒錯!你們這些女人 其實是在打壓其他女人的 她在你面前給你看她的生殖器 你感覺到不舒服 其實她才是受害者 然後你是充滿歧視的女人 我們看到左派從高官到TikTok的教授 全部都理直氣壯 說這些完全沒道理的話 不但這個樣子 他們還可以理直氣壯的說 事實全部都是錯的 每次看到這些新聞 我都想到聖經上面的 索多瑪跟俄摩拉的這個事件 而且這不只是發生過一次而已 在四世紀最後一章那邊 變雅敏也發生過 全村的人浩浩蕩蕩地跑到別人家門口 說把你們家剛來的旅客交出來 讓我們輪奸或是積奸他 大言不慘地認為這個樣子做是對的 如果你不這麼做 你就是在做對不起他們的事情 現在則是可以用一個詞來代替 就是歧視 用歧視來合理化任何的東西 來促成無神論者還有共產主義 在他們的世界裡 你看到異性的性器官感到不舒服 是歧視 定罪一個因為種族而殺人的人 是歧視的 只要你起來反抗 任何他們的想法就是歧視 但是他們可以隨便定你的罪 奪取你的公民權 不允許你合法集會 凍結你的資產 甚至殺死你的狗 左派徹底掌權會發生什麼事 看加拿大 澳大利亞 紐西蘭你就知道了 你覺得他們可以隨便殺人 還有隨便到你家 跟你說 把你家的旅客拖出來 讓我們強姦 還有多元 還有我們自己 多有可能選出這個樣子的獨裁者 所以在這邊 再給大家一個好消息 就是之前有幾個觀眾問我們說 我們最近的衣服好好看 在哪裡買的 答案就是 abundingglory.com 一間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專門設計教會以及敬拜團的衣服 終於有一個我了解的贊助商了 各位也知道 我之前是服裝設計師 所以說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 我身上穿的這一件 這一件的材質是6040 Cotton Poly 而且是Brush Bath Fleece 刷毛布 肩線跟繡龍是用Flatlock並縫而成 最主要就是你穿起來很舒適 通常都是使用在運動款式上面才會使用到的 下擺跟袖口使用的Jersey面料 讓你穿的時候感覺更輕便更舒適 領口也是用同樣的Jersey布 而且也是用Flatlock完成的 這表示這個領口不太容易變形 而且非常非常的堅固 另外就是這個面料摸起來實在是太舒服了 這個我沒辦法講出來 只有你自己親身感受才可以 上面這個印花 Faith Complete Trust and Confident in Christ 信心是什麼 就是對耶穌完全的信任以及完全的相信 使用的是Pub Print發泡印 而且跟一般的發泡印不一樣 這個上面是有紋路的 而且是跟衣服刷毛的是同一個方向 更有一個整體性 頭帶是一個長方形的Cover Stitch 直接車上去的 所以跟你在外面買到一般的Hoodie的口袋 那個袋鼠袋有很大的圖童 一件簡單的長袖有這麼多的特點 實在是非常少見 以一個專業服裝設計師的觀點來看 這件衣服非常值得去購買 現在就去aboundingglory.com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就可以享有5% off Well 我們終於接到一個我專業的贊助了 所以我還蠻興奮的 請一起來支持這一間 基督徒的服裝公司 我們也要繼續的幫加拿大禱告 讓這件事情可以和平的解決 幫土豆禱告 讓他的心可以變得柔軟 但是如果他的心 要變得更剛硬的話 那我們就更要幫加拿大禱告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訊主播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一出大膽創新 前所未有 特為華人慶佳節的3D虛擬製作 已經問世了 神奇傳播嘗試 以特效演出 真誠見證 3D虛實融合 神奇春晚迎佳節 隆重在線上演 曲擬製作 曲擬劇場 曲擬劇場 原創新歌 因为他们被梦延续 仿真人物 大家好,我是核桃市的市长,秦郑国 我是王维中牧师 大家好,我是刘沙伦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湘海 动感敬舞 精心,精心,尽一尽力,爱住我的身 生命见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有主耶稣的带领 不但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 疾病得到抑制 需要得到供应等等 温馨MV的 希望能带给您耳目一新的视觉响宴 请大家进入神奇传播的YouTube频道点击观看 另外,神奇传播这次又开发了新的辅助工具 同步以电子书的方式介绍节目内容 人物及花絮等等 提供您更完善全面的浏览 可借由个人电脑、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手机或是专门的电子书阅读器来阅读 精彩内容请搜索神奇传播YouTube频道 预知更多详情 请拨打神奇专线626-213-732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